A3到J12要求 先把A3到J12选起来 A3的下面那条线跟第12列的下面 画最初十线 我们先做A3到J12这个范围 上面这条线跟这条线 其实你可以分两次做也没关系 不过两次不要亂费时间 我们先选 然后再来选其他框线 先选最初的 应该是这个 然后上面这条线怎么选 相对于这个范围的最上面就是这条线 点一下 这边一条线 再来下面这条线 那就点这个下面一条线 这样就是上面跟下面 所以这个是第3列的上面 这个是第10 是不是12列了 12列的下面 应该没错了 12列下面 好,按确定 这样都OK了 上面下面 有了 第二个是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B的部分 所以B来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第2个 B到I的右边 所以先做这个 所以这个给它重选了 B在这里 选B3 一直选到I的12 也就是A跟J不要选 右边这条线怎么设定 记得哦 其他框线 先选最细的 题目好像是要最细的 最细 然后呢 他的右边 右边 右边记得选这条 这条跟这条 这个是左边 也就是选这个跟这个 就是表示 他的右边这条 按确定 看一下 有没有这边有吗 这边 B来的右边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有 到I的右边 都有了 再来的话呢 是第4列 到第11列 所以你选列 等于是从A4 选到J11 看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啊 第4列 到第11列的下方 到底差不多 就是先选第4列 到DJ 所以A4到J11 然后呢 一样的方式 类似的方式 先选最细线 然后记得刚刚是 右边两条 这边一样到底是 下方两条 OK 所以这条跟这条 那就是下方线 然后把它按确定 画出来应该是 第4列 有了 第11列也有了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很接近的 OK 不过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 看懂题目 好 再来A的右边 跟第3列的下方 是双线 A在这里 所以A3就是选 选到A11 这一条线 要画成双线 所以先选A3到A13 A12 然后呢 选什么呢 选其他线条 记得是这一条线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一条线 给一个双线 所以先选双线 再点这一条一下 记得不要点到别的地方 点这一条 这边双线出来了 按确定 双线有了 有没有 再选 应该是这一条吧 第3列 所以从A3 选到 J3 的下面 所以这个范围的下方 所以一样 其他框线 先选双线 再选 这个范围的下面 下面应该是这一条线 再点一下 有了 有没有 他就画个双线在这边 看一下 OK 所以 画出来大概是这样 上下一定是最初实线 中间一律都有 线条 然后 栏位名称的下方跟右方 都有双线 OK 那这样应该 理论上就很接近了 最后的话 这一题最后呢 他要怎么样 就是把B4到J12 也就是说 乘数与被乘数相等的对角线 把它填入什么 填入那个 橙色 OK 那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就把它填到一个橙色 橙色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这个吧 橙 对这个 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你说老师那我知道 填一下 这个的话在刷子 记得点两下 点两下跟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只能刷一次 点两下的话可以不断刷 这样一直刷 不过啦 这是错的 不是叫你这样慢慢刷 而是 他这个题目是很难的 最难的地方应该在 就是你必须用一个公式 那 必须自己再新增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 你变成要从这边 给一个规则 让它变成刚刚那一件事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不需要全部做 但是你需要先做一件事 先把 他说要设定 设定规则 所以这部分 格式化条件设定 那请各位先把框线画 可以自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你怎么知道你画的线条 对不对啊 你可以从预览列印看一下 这边有个列印 列印的部分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设定成 横向 本来直的 把它变成横的 因为横的才放得下 然后把它缩小成一页 按确定看看 那理论上就是上面这两条线一定是 10线 这两条线一定是 双线 其他的话都是单线 那旁边这两条没有 这样才是对的 OK 所以你们如果要 检查 对的话 那就是这样看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最后的话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让 它的层数跟倍层数 一样的时候 然后呢就把底色变成 油漆桶这个层色 不是用眼睛看 而是设定规则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你也可以写VBA程式 不过 如果不写程式的情况下 你可以利用Excel里面的设定格式 这个比较难 规则你变成要新增一个规则 OK 设定格式要新增规则 规则的话呢 特别注意前几个都不行 一定要最后面这一个 一定要拿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你变成要打在这里 这个公式的规则是这样 先打一个等号 跟Excel的公式很像 这个等号其实你可以 把它理解成一个 当什么情况 所以后面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 上面这个储存格 等于 左边这个储存格 就是这两个一样的时候 那就帮我做什么事 帮我做底下这个格式 就是 填满的地方改成橙色 我先按确定 他就知道说呢 当 这个跟这个 所以先按确定 他理论上呢就变成像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其实 这个条件呢全部都会发生 有没有 那 为什么全部都发生 只要原因在这边 我把它 管理规则回到刚刚这边编辑一下 又回到这边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前面都加钱的符号 那意思是说啦 不管说你以后 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 他都会去看这两个 一样 那一定都一样 所以变成说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后面的公式 请你把它改一下 把B前面的钱拿掉 把4的前面的 这个钱拿掉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这个有点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范围 他会帮你全部比对 比对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比对 所以他会向右也会向下 一个一个比对 所以如果假设向右的时候 他会去比对这个 A4的位置 有没有 那A4 向右的话呢 如果你加一个钱的符号 他这个A 就会是固定的 有没有一直比对 然后呢 这个B 如果 不固定的话呢 不是 加一个钱 他就会向右变成C 所以他会比 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加 所以因此类推 记得把刚刚的公式 有点类似像刚刚我们的公式一样 3前面加钱 A前面加钱 这个B跟4前面不加 格式 按确定看一下 再按套用一下 有没有发现 结果呢 就会是一个对角线的关系 OK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一题了 再讲一下 这个可能比较 E 选取 B4 到 J12 这个指的是你要填颜色的范围 他要帮你检查 检查什么呢 新增规则 里面的话呢 记得用这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把刚刚的公式填上就OK 那我刚刚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这边编辑一下 记得是什么 B3 A4两个相等 锁的方式其实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按确定就OK了 那就把它 完成这一题 最后一样 把它另存新档一下 OK 这个的话 EXA108 这样就完 不是 这个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活跃部就可以 因为这边没有VBA 把它存档 OK 对 那最后的话 今天的练习就两题 一题是 106 但是 给各位出一个作业 请你把这个绝对方法表 拖拉加Ctrl 键 复制一个 刚刚我们是 这个对角线 对 请你把这个 把它先取 先把它 管理规则先清掉 清除掉 改一下 改成另外一边的对角线 对角线 如果我今天不是 这边的对角线 而是这边的对角线 那这边的对角线有什么 刚刚是相等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是什么 好像是相加起来 等于10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 这个对角线不是这边 而是这边的话 那请你 把 这个 另外一边的对角线做出来 试试看 甚至 你们可以再试做一下 如果当它是第五列 的时候 有点像做一个10字 如果我今天希望 如果当它是 五列跟五蓝的时候 有点画一个10字的话 那又要怎么做 这个等于是两个变化 你可以 这边再加一个 这个是另外一边 这个的话是这样 想想看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 有 两题 106 跟108 那108的部分的话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 会多两个变化组 一个是 本来是 左上到右下 改成右上到左下 那另外有个是10字 试试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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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